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称一方称二 上次我们把方称一解出来了 方称一现在解出来以后可以写作 就是x随时间的t的改变 可以写作就是v0cosθ乘t 记得吧 这是我们上次解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解第二个方程 我们也解第二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的话呢 就这个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就是地外的二次这个这个垂直坐标的对时间的二次导数 是吧 垂直坐标对时间的二次导数呢 等于负计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d dt 然后呢是y点 是吧 y点呢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边呢 注意这边的话呢 是个常数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用我们原来玩过的这个把戏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写作呢 就是地外一点 那么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负计 dt 那么在一次导数呢 你就真的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分式来处理 是吧 乘过去 dt 转过去 乘过去以后呢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两边积分 然后加c 对不对 然后加c 这是解这个微分方程的这个最简单 当然是最简单的微分方程的这个办法 当然我们这个课程呢 也只涉及到最简单的微分方程 复杂的微分方程以后呢 你们上别的课程是会接触到 那么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从这里解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得到y一点 那么当然它是t的函数 那么现在呢 这个积分呢 由于g是常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的是gt 然后加c 是吧 加c 好 那么这里头呢 就跑出一个常数c了 要定这个常数c啊 那我们就要利用物理上给定的 这个题目给定的边条件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y一点按照定义呢 是速度在垂直方向的分量 对不对 垂直方向的分量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出事条件 这个地方的出事条件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炮弹呢 出口的时候呢 这个出事条件呢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这个vy 当t等于0的时候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v0 乘3θ 是吧 这个呢 是我们的出事条件 就是定这些常数的时候 永远用这个出事条件 那你现在带进去以后 你就看到什么呢 如果你让t等于0 这项没有了 剩下的话呢 就是c等于出事的这个速度 出事的速度呢 在这儿 所以我们的c应该等于多少 v0乘3c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就得到的话呢 把从这个出事条件呢 我们就得到呢 就是y点t呢 是应该可以写作 就是负的gt 加上v0 乘上3c 其实这个c的话呢 就是由这个出事条件来决定 就是你让这个式子里的t 等于0 时间等于0 那么这边的话呢 应该是出事的 这个速度 在v方向的 在y方向的投影 好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有了这个以后呢 那么 我们现在呢 这个方向还没解完 因为现在呢 我们剩下的呢 是y点 我们要把y解出来 把y解出来 把y解出来的话呢 就仍然使用老的游戏办法 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就是d dt 然后是yt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东西可以写作什么呢 就是负的gt 然后呢 加上什么呢 v0 然后sand sand sand 下步怎么办 下步仍然是把它当分式 现在又成一介导书 注意二介导书的时候 你不能用的 不能把它当分式 看 一介导书的时候可以 现在又把这个dt 乘到这边去 乘到这边去以后呢 你就得到是什么呢 就是dy 那么现在等于什么呢 负的gt 乘dt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v0 然后是sin θ 再乘dt 嗯 再乘dt 下面怎么办 积分 就是这边呢 变成什么呢 就是dy 这边呢 是什么呢 是负的 然后是gt dt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v0 sand θ 然后dt 然后注意啊 再加个常数 d 永远不要忘了常数 是吧 积分常数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解了一个方程 解了一个方程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就看到 左边呢 积出来就是y 是吧 所以左边呢 积出来呢 就是y 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重坐标 这个炮弹的重坐标 随时间的改变 那么右边的话呢 g是常数 可以提到积分y 所以就是负的g 然后呢 是t dt 然后呢 里头这个东西呢 是常数 是吧 v0 sand θ是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提到y 就得到什么呢 就是v0 然后是sand θ 然后呢 是dt 然后呢 再加d 是吧 再加d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写一步 就出来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想知道 t的圆含数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1 2分之1t平方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t方除以2 这个就完了 那么这个1 这个前代的系数是1 1的圆含数呢 那当然就是t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v0 sandθ 然后乘t 再加d 是吧 再加d 好 那么现在呢 跟这个是 仍然是跟原来一样 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常数d 那么常数d怎么办呢 又得回到初始条件 我们看到初始条件呢 就初始的时候 这个炮弹呢 是在原点 原点的话呢 这个重坐标当然是0了 对不对 重坐标是0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用我们的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呢 就是y 当时刻为0的时候 是等于0的 那么现在你把它带进去 你如果令t等于0 那么右面就光剩下d了 左面呢 yt呢 我们要求呢 它是这个炮 这个我们把这个初始时候 这个炮弹的位置呢 取作0点 所以当然是0 这样一来的话呢 从这里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得到d呢 是等于0的 所以最后呢 我们得到呢 就是这个yt 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的1二分之一 即t方 然后加上v0 然后sinθt 原则上 我们就把这道题解完了 原则上 就是你看到 这个我们得到呢 在这里有什么呢 我们已经得到了 xt 就是这个横坐标 随时间的改变 我们得到了呢 这个重坐标 随时间的改变 那么原则上呢 这个炮弹的这个轨迹呢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的话呢 我们看到与这个 头一道题不一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啊 头一道题 我们先列出代数方程来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先列出微分方程 这是唯一的区别 剩下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然后问题就是 这个怎么解这个微分方程 但你可能现在觉得不熟悉 没关系 再做两道题 你就会了 对吧 因为你老玩同样的把戏 很快你就知道这个该怎么玩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种得到的方程呢 我们称之为叫参数方程 为什么称之为参数方程呢 因为现在x呢 是t的一个函数 那么yt呢 y呢 纵坐标呢 也是时间的一个函数 我们把时间呢 称之为 如果称之为 叫参量的话呢 这种方程称之为 叫做参量方程 参量方程的这个 好处呢 是容易得到 坏 这个不叫坏处了 就是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你一眼看不出来 这个y跟x的函数关系 对吧 在很多的应用里的呢 如果我们想求弹道的轨迹 实际上我们想求这个y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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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坐标呢 对横坐标的依赖关系 这是我们想知道的 是吧 那么想求的这个事情呢 其实并不难 这个你只需要把参数t 从两个方程里消掉 就得到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呢 就是y对x的依赖关系 那我们看看怎么做 那么你在这个里头的话呢 这个方程里头呢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你就可以得到呀 t呢 可以写作就是x除以v0 然后乘上cosθ 对不对 就从这个方程里头 那么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t带到这个方程的右面去 就完了 好 那我们就看看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现在y呢 就成了x的一个函数了 就成了什么呢 就是负的二分之一g 然后呢 是x除以v0 然后是cosθ平方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v0sinθ 那么然后呢 再是x除以v0cosθ 就是把t啊 用x来替换 替换完了以后 剩下的就是一个化解的问题了 剩下的话呢 大家见这个 这个讲义第六页 讲义第六页上的话呢 我们 我看看是不是第六页啊 我们把它去掉 带入第二个方程 那我们就得到41式 41式的话呢 那么你就 我们把这项放钱啊 我们把这项放钱 那你就看到v0与v0约了 所以第一项呢 就是x 然后呢 是c的正切 是吧 正切 那么第二项呢 是什么呢 写作减掉二分之一g 那么现在呢 是x平方 那么完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v0 然后平方 然后cosθ的平方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y啊 对x的依赖关系 如果你要画出来的话呢 是这么一条曲线 已经是拿了这个分笔了 是吧 那么如果的话呢 如果你要是在这张图上画的话呢 那么大致呢 是这样一条曲线 大致是这样一条曲线 就是它的炮弹的轨迹呢 是这样一条 有一个最高点 然后到这边 是吧 落地点 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在解析几核里头 大家可能学到了 就是这是一个二次x的二次函数 就称之为叫做抛物线 为什么叫抛物线呢 你现在可以明白道理了 就是如果你打出一个炮弹来 抛出一个物体来 它走的轨迹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是吧 所以叫做抛物线 这个方程 那么有了这个方程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来回答了 就是你看这个方程的话呢 这个炮弹打出来以后 会落在地面的某一点 这是炮弹应该干的事情 如果炮弹永远不着地 那能爆炸吗 要炮弹干什么 对不对 目的就是要爆炸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来问一下这个 就是这一点的坐标是什么 这一点的坐标是什么 要求这一点的坐标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来求呢 从这张图上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点着地点的坐标呢 在这一点 炮弹的高度是多少 高度是零 所以你只需要令左边是零 令这个方程左边是零 那你就得到一个呢 一约二次方程 那么的话呢 我让这个x2叫做着地点 是吧 着地点的这个坐标 那么的话呢 是tangent theta 然后呢 减掉二分之一G 然后呢 是x2平方 那么我刚才嘴里念啊 我打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为什么念tude呢 就是这个英文呢 是这个 是吧 就是以后呢 大家以后你们可能要学习 开始自己写文章 写文章的话呢 你们有同学可能听说过 经常用过叫做latec 那么一个软件写 那么在那个软件里呢 如果你打一鞋杠 打tude 那么出来就这个东西 所以我嘴里以后 经常念tude 你就知道我是在 或者有人念叫弯弯 咱们不念弯弯了 咱们就 对吧 我们叫做tude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V0平方 是吧 然后是cosn theta cosn平方 theta 就等于解这个1月2次方程 解除这个1月2次方程 解除的解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落地点的 落地点的解 那我就告诉你 这件事情 大家都自己会做 我就不多说了 你就会得到第一个解 第一个解呢 解出来很有趣 是等于零 这个不难理解 因为是零点的地区 的确是这条曲线上的一个点 但是是我们要的点吗 当然不是 这意味着炮弹就在我脚下爆炸 这当然不是我要的解了 是吧 那我想要的解呢 是x2tude x2tude呢 是等于什么呢 我在这地方写下来啊 加特怎么那么沉呢 那么那x2这个解的话呢 我们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的话呢 大家实际上 见这个讲义第六页上的四十五式 得到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得到的的话呢 是tanjθ 然后乘上两倍的V0平方 再乘上cosn平方θ 然后呢 再除计 那么我们把它化减完了以后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V0平方除计 然后呢 是x2xθ x2xθ x2xθ呢 所以换句话说啊 这个落地点 是与这个泡堂啊 与地面的夹角有关的 这个可以理解 所以的话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知道这个泡兵 要校正的话呢 你这个校正 你这个 这个 这个炮弹的 这个什么 就是调节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调节你的 这个炮口的夹角 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从这个式子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你通过调整这个夹角 如果你这个角度不一样 那你这个炮弹的射程 那就不一样 对不对 炮弹的射程不一样 那么特别是呢 让我们看一个特殊角 如果的话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 θ0 取成0 就是炮口呢 就直接冲着地面 那你得到的这个 这个x2呢 当然就是0 就出不去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θ呢 如果这个 取成二分之π 90度 那么sin二分之π 两倍的二分之π是什么 是π 是sinπ sinπ仍然是0 所以你可以理想 如果我把这炮口立起来 这个炮弹是冲天然打 但是不会跑出去 仍然落在你脑袋上 对不对 那好 那么所以的话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式子 你可以看到 通过来调整的这个炮弹 与地面的夹角 我们就可以调整了 这个炮的射程 调整炮的射程 好 那么现在让我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当时的角度 为什么的时候 这个射程最大呢 那显然我们知道 那个sin含数最大值是1 绝对值是1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让 sin含数取最大值 那就是射程的最大值 因为前头的V0 那根G呢 都是常数 那么显然最后结论是什么 θ等于45度时候 这个射程是最远的 对不对 射程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式子里 也可以同时 从这个里头推出结论 就是搭θ等于4分之π的时候 这个xθ取最大值 取最大 或者xθ2 就是射程呢 是最远的 好 这道题呢 我们就解到这里 那么通过这道题 我们得到一个 这个得到的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这个与你们中学时候 可能遇到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中学的时候呢 经常讨论的问题呢 是匀速或者匀加速运动 在那个时候的话呢 往往的话呢 你就可以解一些 代数方程就够了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呢 在这个力学里头 从现在开始呢 遇到的问题呢 多数是变速 或者变加速度问题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替代代数方程的 往往你要先写下微分方程来 然后再想办法解它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大家呢 看这个讲义 讲义第八页 讲义第八页的话呢 例1.4 例1.4呢 是教科书第九页上的例三 大家这个图呢 可以看这个教科书上的什么 我念一遍 沿光滑铁轨设置X轴 火车以额定功率 在此铁轨上行驶 它的速度VT 与加速度AT的成绩 为一常数C 设在T等于零时刻 火车的位置为X等于零 速度为VT等于零 等于V0 试求速度VT 加速度AT 以及位置 随时间的改变XT 并求速度V 随位置的改变VX 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怎么解 我们看看这道题 首先的话呢 这个解这种题啊 我先把这个图 当然你首先第一步先画个图 画个图的话呢 你这个大概呢 我们有一个图像 它就告诉你的话呢 这个题呢 已经给的很清楚了 就是说现在的话呢 这个火车呢 是沿着 不管是 我也画不好啊 就是你大家知道 这是个火车就是了 是吧 向这个方向走 是吧 向这个方向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的这道题呢 你可以一个眼就看出来呢 它是一个E位问题 因为它这个火车呢 不能离开铁轨 是吧 这个所以它呢 实际上是个E位问题 E位问题呢 如果沿这个方向走的话呢 那么我们不去管 它这个 它当然要受力了 它这个火车头 要产生这个牵引力 但这个事情我们不管它 重要的是它说了 就是在这种牵引力下呀 这个火车的速度呢 V呢 与加速度A的乘积为一常数 所以让我们先把这个条件 先写下来 第一步 你先不要去 做这种题的时候呢 第一步的话呢 你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呢 就是先把 你这个题里所给的条件 用数学表达式写下来 然后看怎么 再去看怎么用 好不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它写下来的话呢 那你就看到呢 它实际上呢 就是要 就是告诉你 就是VT 那么再乘上AT 就是速度乘上加速度呢 等于一个常数C 等于一个常数C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让我们把这个 VT啊 跟AT呢 都用微分表达式 表示出来 因为它是变的 是吧 这是随时间改变的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DX DT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DX的两次方 对时间的两次方 等于C 让我们先把它写成 这个 一个微分方程式 是吧 所以做这种事实的话 你第一步 解这种题的时候呢 第一步呢 先把它 这个 用数学表达式写出来 那么然后你再看 它问的是什么 它问的是什么呢 它想知道呢 是这样的东西 它想知道VT 是吧 它想知道 这个 AT 就是加速度 它还想知道什么呢 XT 就是随时间的改变 就位置的时间改变 它还想知道什么呢 它还想知道VX 这四个量 这四个量 是 它想知道的 是吧 那我们来看看 如何来解决 是吧 这是第一步呢 你先把这个方程写出来 把方程写出来呢 先让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方程啊 我们把它改造改造 改造改造 我们把这个方程呢 改造改造呢 这个第一个 这个前头的DXDT 那么就是这个啊 我再把它写一遍啊 就是DXDT 那么再乘上什么呢 就是D平方XDT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右面是等于C的 那么左边的话呢 我们看看啊 DXDT按照定义呢 可以写成VT 对不对 那么这个平方的话呢 对时间的两次导数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对速度的一次导数 对不对 一次导数 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了 现在我们又可以玩 我们过去的把戏了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把这个DT 乘到这边去 乘到这边去以后呢 你就得到什么呢 你就得到V DV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C DT 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乘到这边去 把它真当一个分试看 就一次导数的时候 可以这么干 把它乘到这边去 那么下面怎么办呢 下面我就积分 然后加常数D 这个D呢 主要是为了跟C 以示区别 是吧 这个C的话呢 是给提理给定的常数 这个D呢 是我们要决定的常数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你把这个方程呢 现在的话呢 就是根据我们过去学过的 就可以解出来了 V的原含数是什么 2分之1V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写成2分之1V平方 那么当然了 这个的积分呢 我们就直接写出来 就是CT 然后加D 是吧 CT加D 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要来决定 这个常数D 常数D的话呢 那我们就回过头了 这时候你再把题 再打开 再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初始条件给了 他说了 速度当这个时刻为0的时候啊 这个初始速度为V0 初始速度为V0 你怎么定的话呢 那你就让这个地方的T等于0 然后叫这个地方的V呢 等于V0 就得到了D 那么从这个初始速度V T等于0时候 等于V0呢 我们就推出来什么呢 我们就推出来D 是等于2分之1V0的 V0方的 那我们就推出来呢 最后带到这个方程里去 就得到是什么呢 就是2分之1V方 是等于CT 然后加上2分之1V0方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解了第一问了 就解了第一问了 是吧 就把VT求出来了 把VT求出来了 那么有了VT以后的话呢 这个 那当然现在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 我们需要把V写出来 因为左边那仍然是V平方 是吧 V平方 所以的话呢 那么VT本身呢 是等于呢 就是两边乘完2以后 所以V呢 从这个方程里头 我们得到呢 就是VT呢 那么当然就等于正负根号 然后里头呢 是两倍的CT 然后加上V0方 现在我们把负号去掉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现在是在谈的速率 对不对 在谈的这个速率 所以的话呢 我们把它去掉 就是取成这个 这个是什么 好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的话呢 这个是 这个 因为是EV的 EV问题 是吧 有了速度以后的话呢 那么AT就可以很容易地求出来了 AT呢 那我们就写成什么呢 就是V1.T 是吧 V1.T 对它求一次导 求一次导呢 求导的过程 我就不说了 求导大家应该会 是吧 求积分呢 可能有点困难 求导呢 这个 我们先把它作为符合函数 先认为它是根号U 让里头这个东西是U 对吧 这个 然后的话呢 求完了以后 然后呢 再对U再对T求导 根据这个 大家自己来做 我把这个结果呢 就写在这里了 写在这里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C 然后里头呢 是什么呢 根号 RCT 然后加上V0方 这样A呢 就求出来了 就求出来了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这是对V 这个求导 我们得到A 那么现在如果想得到 所以这个的话呢 也有了 AT也有了 那么XT怎么办呢 XT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呢 XT跟VT的关系啊 正好是对V积分 因为呢 X对XV的V伤以后 就得到V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话呢 正好是颠导 这个地方呢 A呢 是对V求导 这个地方呢 是对V积分 那么当然了 我们别忘了 要加一个成数叫E 是吧 加个成数叫E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的话呢 是根号 RCT 加上V0方 DT 然后加E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现在很难给大家 原则上是应该用 所谓这个叫做 变量代替法 学积分的时候 是吧 那我现在只好 先把这个结果 给大家写出来 因为这个结果呢 并不是我们重要的 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 怎么这个解题思路 就怎么着 到我估计呢 到11月份的时候呢 你们就已经 或者是我们在 期中考试之前呢 你们就应该已经 学会怎么做积分了 是吧 所以不要着急 现在的话呢 我们更把注意力 集中在这个解题的思路上 好不好 所以的话呢 我就告诉大家结果 这个结果呢 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结果的话呢 是这样一个 是这样一件事情 我看看啊 是等于3C 然后的话呢 是2CT 加上V0方 然后呢 是2分之三次方 然后呢 加E 是吧 就是把这个积分算出来 是这么个东西 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这样干 你可以的话呢 对它V4伤 V伤完了以后 你看是不是得到 你的这个东西 等一个验证 好不好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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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数来是这样的 那么呢 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定出这个E来 定出E来的话呢 我们 把需要把常数定出来 那么一个常用 这个好的办法呢 就是干脆在初始的时候啊 我们把这初始的时候呢 这个火车的中心呢 取坐X0等于0 就是把这个位置呢 把这个 这个火车的一开始 就是初始的位置呢 取坐0 取坐0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呢 你如果现在 把这个带进去 那我们就得到 就是X0 那么现在呢 你带到这里去 是什么呢 是3C分之1 然后这面的话呢 是V0的三次方 为什么呢 由于你让T等于0 这项没了 2分之3 最后得到三次方 然后呢 加E 如果你让它等于0的话呢 那我们就导出什么呢 我们就导出E呢 是等于负的 3C分之1 然后是V0的三次方 V0的三次方 这个呢 就是讲义第八页上的六十诗 大家给自己看一下 好吧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XT呢 整个写出来了 那么现在XT呢 那么现在呢 就可以写作呢 这是讲义第九页上的六十一诗 就是3C分之1 然后呢 是2CT 然后呢 加上V0方 然后呢 是2分之3次 减掉3C 然后的话呢 是V0的立方 V0的立方 这个呢 XT呢 也解出来了 解出来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看到这项呢 这个呢 也解得了 那么光剩下VX VX的话呢 那大家我们根据这个 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 现在V呢 已经在这了 那么X呢 X对时间的依赖关系 也已经在这了 不过呢 这两个方程呢 都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方程认为呢 是参数方程 那你要想得到V对X的依赖关系 怎么办呢 你只需要从X里把T解出来 然后带到V的表达式里去 这事情就算结束了 对不对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 你不需要把T解出来 你只需要把里头这个东西解出来就完了 因为我们看到呢 V呢 只是依赖于两倍的CT加V0 依赖于这个组合的 所以你只需要把这里头 这里头解出来的话呢 我们解出来是什么呢 我们解出来是这个样子 我们解出来的话呢 是这个 从这里头我们可以解出来 两倍的CT 然后加上V0开根扣 你看到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三倍的C乘X 然后加上V0的立方 然后呢 再开三分之一 再开三分之一次方 哎 三分之二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 哦 我看一下啊 三分之二次方 三分之二次方 不 已经开了一次方了 所以三分之一 对 三分之一次方 这是对的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从这里头的话呢 就把这个东西解出来了 解出来以后呢 你现在需要 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把它带进去 是吧 带到这个右面 带到右面的话呢 那你就得到的这个V呢 对X的依赖关系 就如同我们刚才 解这个参数方程说是一样的 现在的话呢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得到V呢 对 对这个 对这个X的依赖关系 对X的依赖关系 对X的依赖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得到什么呢 就得到就是Y 现在是X的函数了 那么现在呢 它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应该是等于本来是两倍的CT 加上V0方 那么我们又解出来呢 这个东西呢 是等于右面的式子 所以我们最后就直接就了当 就得到就是三倍的CX 然后加上V0的立方 再开三次方 这就是最后的表达室 哎呦 太高了是吧 看到了吧 是吧 这就是最后的表达室 那么通过解例道题 我们等于是让大家再一次练习一下 这个解题的思路 这个解题的办法呢 就是说你先跟过去不一样的 就现在要先列微分方程 是吧 现在要先列微分方程 列微分方程的时候呢 同时你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初始条件上 初始条件呢 第一个是初始位置 第二个是初始速度 这两个条件你要知道 是吧 要知道 那么关于这个直角坐标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是吧 下面呢 我们要介绍另外两种常用的坐标 就是直坐标和自然坐标 是吧 自然坐标 那么在去讲这个直坐标呀 跟自然坐标之前呢 我再顺便说一下 这个直角坐标系的一个好处 为什么要采用直角坐标系 采用直角坐标系呀 就是如果你把任何一个量 不仅仅是坐标 或者是这个不仅仅是位置 还是说是速度或者加速度 你取任何一个量 你比如说我取任何一个向量A 那么这个向量A呢 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A1乘I加上什么呢 A2乘J加上A3乘K 是吧 你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A1 A2 A3呢 分别是它的这个三个分量 那么这为什么我们要求呢 我们要求这些啊 这个坐标轴呢 彼此互相垂直 我们的过去是要求呢 就是I点乘J 那么等于J点乘K 那么等于I点乘K 等于0 要求这是互相垂直的 那为什么这样呢 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现在你要想计算A的长度 我们知道A点乘A就是A的长度的平方 对吧 这是过去这个我们学点乘说提过的 那么这是它的长度的平方 那么你就会看到 在直角坐标系 在这个如果这些坐标轴 彼此垂直的话呢 就计算起来就很容易 那如果我们算一下 那么你现在呢 是A2 然后是J 再加上A3 然后是K 那么呢点乘 就是A1I加上A2J 加上A3K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你利用这个点乘的分配率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东西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A1的平方 然后是I点乘I 加上什么呢 这个然后下面A1跟A2 那么就是A1 A2 然后是I点乘J 那么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A1 A3 那么现在是I点乘K 那么再加上呢 下面一项 就是它应该跟它乘了 那就是什么呢 加上A2 A1 那么现在是J点乘I 那么加上什么呢 A2 A2 那么现在呢 是J点乘J 最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A2 A3 然后现在是J点乘K 最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A3 然后是A1 现在是K点乘I 加上A3 A2 然后呢 是K点乘J 那么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A3乘A3 然后是K 点乘K 就是啊 我们先利用 先利用这个点乘的分配率 我们先一共写出9项了 因为前面有3项 后面有3项 如果呀 这些坐标系 如果这些这个什么呢 彼此不垂直的话 如果这些坐标轴 彼此不垂直的话 假如说A点乘J 不是零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呢 就存在这种交叉项 对不对 那给你的表达式呢 就带来很大的麻烦 但是现在呢 如果你取的这些坐标轴 彼此之间是垂直的 那么I点乘J等于什么 等于零 所以这一项呢 就没有了 同理 I点乘K也没有了 对不对 那么以此的话呢 凡是这种交叉项 就因为他们是彼此垂直的 就都没有了 所以一共这6项呢 就没了 就光剩这3项了 对不对 光剩这3项 光剩这3项的话呢 这3项实际上又格外简单 因为的话呢 我们知道呢 按照定义呢 I呢 是所谓单位项量 I点乘I呢 是等于它的长度的平方 它的长度为1 1的平方仍然是1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了当 就得到什么呢 就得到是A1的平方 然后这一项的话呢 J点乘J也是J 也是1 所以就是A2的平方 然后呢 最后呢 有这个是1 所以A3点乘A3 A3乘A3呢 是A3平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式子 就现在这A1平方呢 是等于三个分量 平方完了以后之和 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这个性质 值在什么情况下成立 就是坐标之后 彼此垂直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下面呢 不论是坐极坐标 还是考虑自然坐标的时候 我们总是取彼此垂直的坐标 坐标轴 就是为了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任何一个向量 在这些坐标下 总可以写成它的分量 平方之和 很简单 否则的话你就有交叉险 你假如说I点乘J 如果I和J的之间的角度 假如说是60度 那I点乘J呢 就是1乘1再乘cos60度 cos60度呢 是这个二分之一 所以你冒出一个交叉项 对于计算的很不方便 清楚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总是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总是取直角坐标系 好 我做这么一个注视的话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下呢 极坐标 我们再看看极坐标的话呢 这个 有同学会说了 为什么要引入极坐标 引入极坐标的好处是什么呢 引入极坐标的好处啊 就是以后我们会看到 以后我们会看到呢 这个 如果我们讨论向心力的时候 是吧 以后的话呢 我们学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呢 如果这个力啊 这个指点兽的力是向心力的话 那么它的角动量是守恒的 这个角动量是守恒的话呢 这个角动量呢 它就是指向 换句话说呢 这个角动量是个向量 以后我们会 以后再说 就是它是个向量 它一旦守恒以后呢 它的空间就不动了 它大小不变 方向不变 结果就导致什么呢 这个运动啊 这个指点的运动呢 只能在一个垂直于它的平面内 角动量的这个方向的平面内运动 所以就成了一个二位问题了 对不对 这个二位问题呢 在向心力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你用极坐标 表示这个起来的话呢 会非常方便 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如果的话呢 就是这个 我们过去说了 如果你能选取合适的参照系的话 你会简化你的问题 那么我们下面就应该说的话呢 为了你的计算方便起见 如果你选取合适的坐标系的话 会使得你的计算 这个变得简单 变得简单 选取合适的参照系 使得你的观察变得简单 选取合适的这个坐标系呢 使得你的计算变得简单 是吧 这以后我们会看到 那么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呢 就是什么是极坐标 极坐标呢 我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已经大致的说了一下了 这要想用极坐标 需要你的右手 是吧 这个首先呢 这个我们取一个轴 叫做称之为叫做极轴 取任何空间中的一个方向 称之为叫极轴 它的起点呢 我们称之为叫圆点 仍然这个叫做圆点 那么现在呢 假如说直点在这 直点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呢 它的坐标怎么来定呢 它的坐标这样来定 就是我们先取一个 从圆点到它的这个连线 然后呢 从圆点呢 这个射出去的射线的方向呢 我们管它叫做坐标R的方向 参量R的方向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它的这个方向 就是连线的方向 是吧 从圆点指向直点 从圆点指向直点 那么它的长度呢 就是二指之间的距离 二指之间的距离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 当然这个的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角度呢 就与极轴呢 形成一个夹角叫θ 所以的话呢 任何一个这个点呢 这个直点呢 空间中任何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直点呢 在空间中的任何一个位置 都可以用两个量来表 来表示 一个的话呢 就是长度距离R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夹角θ 它的这个 这个使径方向 与这个极轴的夹角θ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单了 那么就这样一来的话呢 第一个坐标轴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取出来了 我们就把 沿R方向的单位向量 我们管它取出 这个第一个坐标轴 叫做一R 单位长度 是吧 方向是沿着R的方向 那么第二个方向怎么办呢 我们说了 我们想取垂直的 是吧 垂直的这个坐标 目的的话呢 就是计算 这个你求这个长度的时候 它的平方整号 等于分量的平方 是吧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取的话呢 沿这个θ 这个方向 是吧 这个 θ增加的方向 所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θ呢 就是在 如果在这点取的话 那么现在呢 就是垂直于R的方向 我们把它取一个单位向量 我们叫Eθ 叫Eθ 那么当然了 有时候为了计算方便呢 我们可以把它平移过来 把它这个起点呢 跟原点重合 就是 但是方向呢 是等于平移过来 那么呢 我们从这里呢 可以看到呢 它与这个ER呢 是垂直的 我们就这样来去 是吧 这样来去 那么上次说了 这个第三个方向 就是EK 是用右手螺旋法则 从ER开始 向EC 在做旋转 大摩执指的方向 这是EK 但是在很多应用里的 EK的方向并不用 是吧 因为我们说了 在很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所关心的是个平面运动 这两个坐标足足够了 是吧 这个两个坐标足足够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写下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M的 M的有两个坐标 是吧 直接有两个坐标 但是呢 它的使径 R的话呢 就可以写成R乘上ER 是吧 现在它的这个 它的位置 位置矢量 因为现在我们取这个 ER的话呢 就是沿着使径的方向 就可以简单的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的话呢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需要记 我想 这个我们在运动学里的 我们希望计算V这个项量 V的话呢 当然按照定义呢 就是DR除以DT 是吧 就球导 球导的时候 你注意啊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现在呢 在球 这个用直角坐标系的时候 这个坐标轴呢 是固定的 IJK是固定的 现在这个R 是在改变的 因为你现在给我另外一个方 给我另外一个使径 比如说在这的话 是吧 那么在这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呢 按照定义啊 现在R呢 是沿着这个方向 是吧 和这个地方的R呢 是两个不同的 沿着两个不同方向 尽管长度一样 但是方向不一样 所以换句话说呢 在这个极坐标里头 R是个变向量 是吧 这个单位坐标轴是个变向量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求导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求导的时候呢 你不能仅仅对分量V了 不像这个直角坐标系 所以现在你要求的话呢 第一要对它V 所以我们就知道 就是R一点 然后呢 一R不要V 然后再加上呢 R不V 然后但是对一R要V上 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上次给了这么一个 就是如果两个函数相乘 那么它们的导数 等于第一个函数的导数 乘上第二个函数 再加上第一个函数 乘上第二个函数的导数 对吧 在这里跟向量是一样 这个处理的 那么现在麻烦是什么呢 就这个东西的导数是什么 是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的办法呢 是用视察法 是吧 是用视察法 我们来看看它等于什么 是吧 我们用视察法呢 来看这个 这个单位向量 一R的导数是什么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这样来办 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取两个相近的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 我们考虑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考虑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仅仅考虑呢 在两个不同位置上啊 这个一R的改变 注意长度是这个什么 第一个的话呢 在这个 哎呀 我是不是画太小了 让我把它画夸张一点吧 但是你要记住啊 它的长度呢 实际上是单位的 是吧 让我把它画夸张一点 假如说在T的时候 是吧 时刻T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一RT 是吧 这个是我的一RT 注意啊 长度我经常画这么长 但是实际上单位是1 单位的长度是1 那么下面一个时刻的话呢 T加ΔT的时刻呢 我把它画到这 单位长度也是1 是吧 那么现在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记作就是一RT加ΔT 是吧 下一个时刻的这个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想计算的话呢 是这个一R一点 那么按照定义呢 应该是等于ΔT趋向于0 那么现在呢 应该是一RT加ΔT时刻的位置 减掉一R 然后是T再除以ΔT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个者之差是什么 这两者之差呢 按照向量的加法 让我把这个画短点 这个画的好像不一般长一样 是吧 它实际上是一般长的 大家都是1 那么现在呢 这个ΔT一R呢 实际上是这段 这个呢是ΔT一R 这个呢是ΔT一R 是吧 就是二者之差 两个向量之间的差 那么好 两个向量之间的差呢 那现在让我们再假想 我们再做一个什么呢 就是以这个长度 唯一的这个长度 然后呢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圆 是吧 做一个圆呢 那它的圆弧的话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单位长 然后你以这个为圆点 你用一个圆规做一个圆 那么应该是这一段 那么从肉眼上就可以 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视察法呢 就是要用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呢 就是这一段的弧长呢 与这一段的 与这个ΔT的这个长度啊 是几乎相等的 对不对 太对了 就是我要的就这句话 是吧 要的就这句话 那么现在的话呢 再让我们看看 这个ΔT一R的方向 ΔT一R的方向呢 是沿这个方向 是吧 ΔT一R的方向 那么这个东西 与什么是几乎重合的呢 与EC它几乎是重合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呢 让我们把这个角度呢 我们把它取成这个ΔT 对不对 让我们把它 我们不能把它取成 我们把它取成ΔT的 取成ΔT的 取成ΔT的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角度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就把它变一变 那么现在我把它变成什么呢 让我把它变成就是LIMIT 然后这个ΔT呢 去向于0 现在呢是一R 然后我干脆就直接写ΔT一吧 ΔT一R吧 让我们把它写成就是ΔT一R 那么然后呢 除以呢就是ΔTθ 那么的话呢 再乘上什么呢 就是ΔT趋向于0 那么现在呢是ΔTθ 然后除以ΔT 大家现在对这个可能已经习惯了 我们先乘个ΔTθ 除一个ΔTθ 是吧 除一个乘一个 那么现在呢 假想那两个分别都有极限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分开 写成成积基的样子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第一个我们利用视察法 这个我们看到呢 这个ΔT一R 几乎这个长度啊 是跟这个什么是一样的 是吧 是跟这个S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上头这个东西啊 写作什么呢 近似的啊 当然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这个 先不如果我们不取极限的话 如果我们不取极限的话呢 让我们先暂时不取极限吧 暂时先不取极限 是吧 我们先写成这样 这约等于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它仍然是约等于呢 那么上它这个ΔT一R啊 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这段的向量 它的这个长度 几乎跟这个弧长是一样的 对不对 跟弧长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方向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约向于 这个跟EC它 这个重合的 是吧 跟EC它重合的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再除以Δθ 那么再乘上什么呢 然后是Δθ 再除以ΔT 注意啊 我在这个地方呢 是为什么写一个等号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是认为是 暂时认为是有限 有限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 它们俩之间总有一点误差 那么现在我让ΔT趋向于0 ΔT趋向于0呢 那Δθ 当然就是什么 也趋向于0 所以现在我要想让它变得严格了 那我就写上绝对值号 那我现在让Δθ 趋向于0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要让ΔT 趋向于0 那么下面呢 要想让它严格了 也就把它直接 我在这直接写了 那么现在呢 就写成什么呢 就是DS Dθ EC它拿到外面去了 就是DS 然后Dθ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现在就写成 写成极限 然后是ΔT 趋向于0 对不对 或者我把这个地方 如果看 我看有同学 这个好像不太理解 让我们这样写 就写成Δθ 趋向于0 那么现在是ΔS 除以Δθ 好吧 这样可以了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在这步 我就是用的试查法 用的试查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ΔR 从这个刚才说了 它的长度跟弧长差不多 所以我在这地方 用弧长代替 那么它的方向呢 越来越向ΔEθ靠近 越来越向Eθ靠近 所以呢 这个 我在这个上头呢 这个分子呢 我就用长度 ΔS这段长度 乘Eθ来代替了 是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知道 下面就是利用 我们的几核的知识了 我们知道呢 前头这个极限 就是等于半径 弧长除以 它所对应的这个中心角 就是等于半径 半径现在是1 所以呢 第一项 这个东西乘完了以后呢 就是1 是吧 然后乘上方向 是Eθ 那么后头这个 Δθ除以ΔT的极限 我们就写成Δ一点 写成Δ一点 这个听出了吗 所以试查法的结果 让我写在这里 试查法的结果呢 就给出Δ对时间的导数 现在可以写成 就是Δ一点 现在方向呢 跑到Eθ方向去了 清楚了吧 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这个就带到我这个柿子里去了 带到我这个柿子里的话呢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写出来什么呢 就写出来就是Δ一点 那么现在是Δ 那么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Δ 注意Δ一点呢 现在V出来一个Δ一点 然后再V出来一个Eθ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说了 这是我们的速度 速度向量 速度向量 是吧 速度向量的话呢 那我们看啊 我们看看这个表达式 那么速度向量的话呢 我们现在是这两个坐标呢 是彼此垂直的 那么类似于直角坐标系 我们很自然的就把Δ一点呢 称之为叫做VΔ 就是沿着使径一耳方向的分量 那么HOT这个东西呢 这里二者相乘呢 我们管它叫做Vθ 那么的话呢 就是沿着θ方向的分量 所以我把这明确的写在这里啊 我把这个现在就是VR 现在是等于R一点 而Vθ呢 现在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R乘上θ一点 这个清楚了吧 好 那你说我现在取这个 这个直角坐标的好处什么呢 直角坐标的好处让我写在这里啊 直角坐标的好处啊 那么你现在就有什么呢 就有V平方是等于VR平方 加上Vθ平方 就可以这样写了 如果你这两个坐标轴 彼此不垂直的话 你不能这样写 有交叉性 现在由于这两个坐标轴呢 一耳跟一θ是垂直的 所以的话呢 直角坐标系里的表达式 仍然适用 清楚了吗 好 你这点一会儿我们下面就看到 解题是不是会用的 这个表达式解题是不是会用的 好 那么现在呢这是这个这个什么有了 是吧 这个速度的表达式有了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下一步呢 那自然就是求这个极坐标下 这个 这个什么的表达式 极坐标下加速度的表达式 是吧 那你就可以想象 加速度的表达式呢 一定比直角坐标系里的表达式 要复杂的多 但是呢 也不那么可怕 我们来看看 怎么来求这个 怎么来求 这个极坐标下的加速度的表达式 加速度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呢 按照定义呢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dv dv dt 或者换句话说呢 等于v一点 等于v一点 是吧 等于v一点 那么v一点的话呢 那现在我们把那个v的话呢 我们先把v的表达式带进来 v的表达式的话呢 现在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r一点 然后是1r 那么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r θ一点 然后1θ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你如果对它求导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d 然后dt 然后是r一点 1r 再加上什么呢 d 然后dt 然后的话呢 是r θ一点 然后eθ 对吧 先把它分别写成两项 写成两项 好 我们下面的分别注意 那么第一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先对它v 就得到r两点 注意 我这地方打两点 然后呢 下面的话呢 乘上1r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r一点 然后我这个点呢 现在要打到坐标轴1r上 是吧 在下面的话呢 是这一项 这一项的话呢 一共是三项 三项的话呢 就是我们分别为 先对rv 就得到r一点 然后乘上θ一点 就是照超 后台就要照超 那么然后呢 再加上呢r不动 然后呢 这点呢 打到θ一点上 就成了θ两点 然后呢 eθ呢 仍然照超 最后呢 要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r不动 θ一点不动 然后呢 注意啊 现在eθ上要打一点了 问题又来了 就是eθ上 在这前套 er是什么 这个er上打一点 我们已经会了 一会照超进来就完了 关键现在就是eθ上打一点 怎么办 我们先用这块黑板 怎么办 仍然是视察法呀 我们没别的办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仍然视察视察 这个我们来看看eθ 这个用视察法 怎么来求出来 是吧 那么eθ的话呢 我们呢 这样做 我们先取圆点 取圆点的话呢 在这个时刻的话呢 这个 假如说这是er 在这是在t时刻的 那么下面一个的话呢 我就画小了 画小就画小了吧 大家我能看见吗 后头的 要不画大一点 我们仍然把它画 画的夸张一点 这地方是圆点 那么现在呢 这是我的 几轴 是吧 这是我的几轴 那么呢 下面我取一个呢 取这么大 这是我在t时刻的 这个单位向量 eR 那么下面呢 我再取一个的话呢 在这个t加Δ的t时刻的 是吧 就是eR 那么现在呢 是t加Δ的t时刻的 那么按照定义啊 eθ是垂直于它的 垂直于它的话呢 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样子 是吧 分别垂直于 这两个 这个向量 那么现在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们平移过来 平移到这儿 一个的话呢 是在这儿 那你注意到的话呢 这个呢 是eθt 另外一个呢 平移到这儿 那么的话呢 是等于 eθt t加Δ的t 就是你把这垂直向量 分别都平移到原点 是吧 注意但是 长度呢 仍然是单位长度 是吧 仍然是单位长度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要算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要算的是 eθ1点 那么的话呢 eθ1点呢 根据定义呢 应该是等于 Δeθ 然后再除Δ的t 那么然后呢 你再让Δt 趋向于零 这是你要干的事情 那么关键呢 就是这个Δeθ是什么 Δeθ呢 让我们从这张图上来看一看 让我用一根红的 红的粉笔吧 那我们就看到呢 实际上这个东西 这个红的这一段 是吧 红的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呢 是Δeθ 这一段 德它这一段的话呢 那么就是我们就看到啊 这个角度 这个θ角 Δθ角 与这个角度 是同一个量 是吧 这也是Δθ 对不对 这两个角度是同一个量 那么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玩同样的把戏 那我们现在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等于 这个 我们先不取极限 不取极限 我们就先写约等于 是吧 我们先不取极限呢 我们就先约 等到这个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在 这个取极限的时候 我们再让它严格向的 就是eθ 那么除以Δθθ 再乘上什么呢 就是Δθ 再除ΔT Δθ除ΔT 好办 取完极限以后 就是Δ一点 顶多冒出个Δ一点了 关键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你来看啊 这段长度 我又说了 这段长度跟这段 假如说你原点做这个什么 以他们俩做半径 做这么一段圆的话 那么整好的话呢 又是弧长 对不对 跟弧长长度差不多 所以它就约等于呢 长度是约等于弧长 除以Δθθ 那么关键 现在这个向量 这个红的向量 是朝哪个方向 大家跟这段比比 是跟Δ平行的 只不过现在 跟Δ是什么呢 掉了个头 Δ是冲这个方向 他老兄呢 是箭头冲这个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负的影 约等于负的影 我们在这里 然后的话呢 在乘上Δθθ 除以Δθθ 好 下面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严格了 严格了的话呢 就是你把约等号去了 但是你要代替的是极限 就是让Δθθ 趋向于0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求Δθ 趋向于0 这个地方要求Δθθ 趋向于0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求Δθ 趋向于0 对不对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把它结束了 那么我们就看到啊 HOT这个东西呢 很简单 就是Δθ1点 前的这个东西呢 ΔΔ照超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别忘了 这是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的弧 所对应的中心角 等于多少 正好是单位 是1半径 对不对 所以正好是1 所以最后呢 我们得到什么呢 我们得到 它是等于Δθ1点 然后Δ 然后前头给个负号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算的 Δθ1点 1点 清楚了吗 这叫视察法 好吧 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讲